天使有什么哭的会特别感动你的瞬间 我其实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影视作品和真实事情哪个比较容易让人哭 让你 真实事情 因为我从小是超级不爱哭 我从小看什么东西看什么剧或者书什么 我就压根不会哭 就完全没有那个泪线的感觉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长大以后 从高中开始吧 慢慢慢慢感觉是接触的事多了之后 这妈妈慢慢就打开了 泪线你是说 变淡变薄了才会开始 遇到什么事才会被开始感动 以前我除了被我骂骂 我感觉我很委屈会哭 别的我从来不会哭 我有一个特别想哭的一个瞬间 是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听众 他说我可以抱一下你吗 我当然就说好可以没问题 然后他就抱住我的瞬间 他说你长得很像我爸爸 他说他上个月去世 他说他上个月去世 然后我就 我就是这只玩我特别猝不及防的 然后觉得说 如果我的拥抱能给他一些慰藉 我愿意很紧紧的抱他一会这样 感谢观看 明天的音乐 来不及时 这个听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